先達廣場,大洩藥,三大原因,出來再跟你說 裏面有一間店鋪,註冊呈交了,現在說2021年9月28日星期三 下午5時08分 1940萬買入,有一對馬浦,在一樓的位置,估出了多少錢? 440萬,虧了77% 是這個新達廣場市場大洩藥,第二,最金的了 最上一單載,大洩藥超過八成,625萬馬進來,110萬估出 是什麼款式呢?帶你去看一本 再出來跟你說,先達廣場,三大死願 其實是挺漂亮的,樓梯位一上來的時候,就是這兩間 X37E和X38這裡 這兩間的時候,先看看樣子吧 下回去再說,是不說太多 1940萬入,然後就沽了440萬 另一間,這個虧了77% 另一間虧得更加金的,是再過來 好,事實上虧得最金,是這個F97號貨 97號貨是625萬馬進來,沽出了110萬 12年馬進來,2020年9月份沽出,就虧了83% 再去那間舖,你們看看 好,下到下面再說 好,你拍到這條片,看著 免得在這間舖面前說 是,這次鮮辣關水,又不是那麼好 Anyway,一直看到一個小影片 這間舖的時候,總之 那些獨自機貨資料你聽 你今天看貨資料都看到了 就說的是,2014年,1940萬 買入了440萬 位置不差,從那邊走過來的時候 就立即扶手電梯下去了 9年,跌了77% 買家就叫做Hui Yi Ki 沒用 出發的門,最後跟你說 好,回到這邊再看 先來講一下,出發才說 你自己在裡面說的 不是,沒有人打 總之,這個舖位說真的 新年位挺漂亮的 總之,背向下去 不差,可以的 440萬,我覺得可以的 感覺的時候,比分,再遲些再說 先來講一下,大蝕養三大原因 大蝕養三大原因的時候 一,我想主要是 可能是2014年間的時候 這裡是炒iPhone的鞭堂 炒得iPhone厲害的時候 炒風已經過了 我就跟你繞一圈 站一邊講一下,好悶 炒風就過了 近年來講的時候 成交都是蝕你的六七八成為主 上底的面望,必先令你瘋狂 這就是非常之對 這就是先來廣場的廣場 我免得在一邊說 看著我,好奇怪 二的時候 跟這個葵涌廣場 石門的經碎廣場很不同 裏面的鞭堂都是小小的 小小小的 還有沒有來去水 沒有吃,沒有什麼大型的牌子 變成了,不炒機 就真的沒有什麼人 有因走進去裏面的商場 還有三,整個商場 就是困獸鬥 你知道,這裡進去之後 難道有任何地方 難道有樓上的辦公室 難道有住宅 難道有港鐵站 那些 進去就只是去買東西 變成了,這些困獸鬥 如果沒有出場 跟葵涌廣場 南宮中心 觀塘廣場 或者經碎廣場 那些很不同 那些四孔八蛋 進去的時候 通常樓上住宅 辦公室 或者去港鐵站 那些人有誘因進去 不會那麼容易死 但這些困獸鬥一死 整個牌子 就是你不進去 所以為什麼呢 通常都是有入無出的死場 好像尖沙咀的首都也好 元朗的新城 荃灣的全立方 北角城市金庫 或者最經典的佐倫廣場 死了三十年 全部都說那個 你找回 逐個逐個自己打 明天都會見到 還有很多 總之任何湯場都好 通常都是有入無出的風格 所以幾年後 蝕樣的大機會 都99.99% 我自己總之就是湯場 我不買 我不投資 什麼都不搞 你賺錢要賺 開心錢 你喝點錢不要賺 看來店舖多漂亮 現在租了給四個租客 那我四百四十萬買 那裡真的不差 真的不差 給我感覺 一個分的時候 四百四十萬三 你回報到 加起來的時候 一萬兩兩萬元搞定 我覺得OK 放在這裡博一博 不錯 雖然湯場 我不敢給很多分 一個六分位 上去都挺漂亮的 好 各位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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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有報仿秀 這些湯場 街店的時候 六六地賣一部 六地賣一部 要賣五至七億個 有報仿秀 記住找我 9036143 由公去賣家 先達廣場 希望 飯生更加更加往返 希望奇蹟出現 甚至幾個城市 再每次聽到 都放在兩岸 前面 買偶欄 後面 hole 真相只 都放在那一席 似乎 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